欢迎来到巨蟹宰宰频道 今天蟹宰要为大家带来一部 香港的恐怖电影《僵尸》 80年代称宏姬一时的致命动作影星小浩 由于年纪渐长 风光也不如当年 年轻时为了拼事业 忽略了妻子 最终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离开了他 当孩子想念小浩时 就会拨电给他 可妻子知道后都会立即刮断 随着僵尸片的没落 小浩如热中天的事业也跟着崩塌 夜深软静 小浩看着成年旧招 回忆着和自己统计出道的友人 有的已经走向国际 成了国际巨星 事业与家庭一团招的他 只好带上黑槽 带着水深家当 潜入了某公公务村凶宰单位 2442 应同粤语 ECCE 这是管理员燕淑 拿了一串钥匙向小浩走了过来 把锁上的铁门打开后 燕淑敲了三下门 才把门推开 两人走进了屋内 燕淑让小浩把行李放好 然后点燃了六支箱 叫小浩跟着他拜一拜 嘴里不停说着 不要闹事哦 接着把手上的鞠杆 摆放在窗边 把箱插进了鞠杆 领走时 把小浩手上的三支箱 插到了门口外 燕淑走后 小浩打开了行李箱 把戏服挂了起来 觉得自己一无是出的他 打算结束这荒谬的人生 可在他临终时 大脑异想把大楼住户有个 小白 阿峰 每一安排为配角 重塑自己风光一时的僵尸片 此时盖在桌子上的 百步突然漂浮在半空中 隐约的鬼脸飘进了小浩 仿佛屋内的冤魂已进入了小浩体内 纹身赶来的有个 把麻绳切断后 被冤魂上身的小浩对有个展开了攻击 有个摇了手指一下 用了鲜血点在了小浩额头上 再在后脖子上点了一下 冤魂这时在镜子前露出了圆形 小浩随着冤魂的离开 身体重重地摔在墙壁上后 掉落在地 趴起后的他 从口中吐出了许多黑水 地上的百步顿时被揽成了一塌片黑纸 晚上小浩打开门打算出去吃晚餐 却看见一个头发凌乱的阿风 再次摆在地上用来祭拜鬼神的食物 阿风听见开门声 害怕的往后望 看见了小浩身后的一只女鬼 便立即站起身冲冲离去 小浩像有个点了一只啤酒 和一碗炒糯米饭后便坐了下来 正打包晚餐的米 看见小浩一个人吃饭 便走了过去和他闲聊了起来 而死死了是不是有点不太吉利啊 那房子空了很久也 小浩听后愣住了一下说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说完便又低着头继续爬饭 美姨也拿着打包走了 小浩站有个炒的糯米饭好吃 有个无奈的吐露一口言说 炒饭炒的好吃那又怎么样 接着从口袋拿出一撮糯米撒在了桌子上说 我正嘱咐那一代就开始当道士 出门都会带着糯米随时用来自僵尸 那个时候的糯米很值钱 道士都是糯米不离身 可随着世界的进步 僵尸全都没了 到事也没人找了 僵尸抓只好改行炒糯米饭 美姨忍心地善良 一毛钱不收帮邻居补衣服 还会帮人带小孩 帮买菜 煮碗饭 家里就和老伴东叔一起住 东叔把家里的垃圾拿到垃圾房时 听到了小孩的玩闹声 好奇的他跟着声响走了过去 只见一个苍白的小孩背对着他 正打算转身离去时 意外踩空 从楼梯滚了下去 阿九把东叔扶了起来 醒来后的东叔和阿九在楼梯间拉扯 东叔从高处掉了下去 撬鞭子去了 这一幕正好被躲在上面的阿凤看见了 美姨为了让东叔重生 早了从小就喜欢玩歇门歪道玩意的阿九练时 他挑了个四鹰之地 把东叔的遗体用泥土覆盖住 几天后 再用鹰气最重的香扇木棺 安置东叔肉身 还用了乌鸦血味时 配合东叔心口的八卦 吸大鹰之气 领走时 阿九叮咛美姨 千万不要把东叔的面罩脱下来 东叔配合头肌回魂 在七店之内便会回来 另一边小白跑进了小厚家 拿走了他黑槽 小厚拿着小白留下的画布 跟随他来到了店表房 找到了市场在他家偷看的阿凤 原来阿凤在二四四二单位住了十几年 阿凤这个人平常话不多 但看到人也会笑容满脸 外表看起来是个好好先生的丈夫 趁阿凤不在 对跟他补学的阮生姐妹起了邪念 他强制妹妹并把她按压在桌子上 为了让妹妹停止反干好办事 他竟用菜刀刺穿了妹妹的手背 并伴随着妹妹的惨叫声痛了进去 健壮的阮生姐姐拿起了剪刀 从后袭击了老师 一直到老师倒地没了呼吸 阮生姐妹最终也在二四四二亲生了 从此阿凤搬离了二四四二 但依然会每天回去看看 虽然害怕 但也舍不得离开 两拇指都靠捡人家祭拜的圣菜过火 看见有家归不得的阿凤 小厚早上的正在准备晚餐的友哥 可一惊无就好奇地问友哥一个人 吃饭为何准备多双碗筷 原来友哥有时能看得见物理的好兄弟 接着又说 小时候四海伟家间收入不固定的道士老爸 要出去办事 都会把自己寄放在邻居家 而这里正是老爸带自己来的最后一个地方 那天爸爸摸了摸友哥的头离开后 就再也没回来 友哥就这样在这里一直住到现在 小厚希望友哥能收服二四四二的孪生姐妹 于是拿出了小白的画作递给了友哥 原来小白把在二四四二看到的通过作画画了下来 友哥断然拒绝了小厚的请求 回到二四四二的小厚被阿九泼了红色颜料 从后勒着脖子 利用小厚引孪生姐妹的鬼魂现身 被姐妹散身后的小厚力大无穷 阿九根本不是姐妹俩的对手 就连正在吸完的友哥也感应到了姐妹俩的威力 连忙赶到二四四二 一掌就把姐妹赶出了小厚身体 两人合力用滴了血的钢丝把两姐妹绑在了一起 费尽力气把两姐妹困进了柜子里 第二天小厚在风扇的位置装了吊灯 希望这样做能让阿凤消除心里的恐惧 阿凤终于重新踏进了二四四二 细心的小厚观察到了阿凤还是有所畏惧 索性也拿掉了饭桌 三个人就这样坐在地上进餐 许久不见东苏的燕苏 听阿凤说 阿九把东苏推了下楼 燕苏又看到后楼梯的栏杆凹了进去 还在地上捡到了东苏的惊讶 于是找了个借口进到了阿九屋里责问阿九 东苏现在究竟在哪里 躲在身后的梅姨担心燕苏开始怀疑东苏已不在的事 便拿起了一旁的燕灰缸 活活地把燕苏打到断气 晚上梅姨在客厅休息 东苏关木突然掉了下来 梅姨每天喂食时 发现东苏除了头发和指甲会生长以外 就毫无起色 心急得她再次向阿九求助 阿九告诉她可以四位童子的鲜血 次日小白趁梅姨和有个聊天不注意溜进了梅姨家 梅姨露出了诡异的表情对梅姨说 没事就让她在这里玩吧 说完便把门关上 小白对梅姨说 自己要上厕所 贴了心肠的梅姨这次不顾小白的哭闹 把她推进了昏暗的厕所 好让一再下面罩的东苏 斥下这童子大餐后 能再次重生 另一边 梅姨墙上挂扎的罗根突然自己转动了起来 似乎感应到了大事不妙的梅姨来到了梅姨家 奄奄一息的阿九把梅姨拉到了一边 用手捂住了有个口臂对她说 东苏是她练出来的诗 因为自己肺癌抹去 所以都有养小鬼诫命 利用养鬼用的灰借阴取养 为了诫命抓了双胞胎姐妹 可双生同卖的双胞胎需要一个跟人一样大的容器才能收服 于是用东苏的遗体练诗 提取她身上的丝油领到了困住双胞胎的柜子 原本以为利用面罩和剩下的丝油能压住东苏尸体 没想到对梅姨说了不该说的话 让小白白白牺牲 不见小白的阿凤四处寻找 听见柜子里传来声响 阿凤没多响 拿了武器撬开了锁头打开了柜子 被困在柜子里许久的两姐妹 从柜子里爬了出来 当阿凤找到小白时 知道她已被僵尸杀害 于是她割伤了自己的手 把僵尸引了过来 用武器狠狠打在僵尸脖子上 可僵尸力大无穷 把阿凤用力砸在墙壁上 凹断了阿凤手臂骨 来迟一步的小号 向僵尸丢出了燃烧瓶后 把僵尸绊倒在地 有混武破的双胞胎 在这时上了武混有破冻树的身 移动力惊人 瞬间移动拔下天花板上的铁棍 往小号丢去 来不及反应的小号 被铁棍刺中受了重伤 感到的有个替小号爆炸了伤口后 把大量石油抹在了地上 引僵尸过来 利用一支烟的时间 把小号送到了姐姐 僵尸爬行迅速 有个把五只手指砸进了一启动的螺羹 整座大厦顿时大停电 罗根转到了水石 一股水压从地上冒起 把僵尸和小号直接冲上顶 可很快罗根转到了木 小号用尽力气把僵尸固定住 让不断长出的木条把僵尸吞湿 木条依然没能把僵尸收服 随着木条慢慢消失 罗根转到了土 一支烟快要烧尽 有个手臂承受不住荡场断壁 他扔出了桃木剑 让小号把剑刺进僵尸体内 罗根继续转到金 有个像洒出一道光的方向跳了下去 最后罗根转到了火 只见僵尸被火烧到慢慢崩塌 梅伊此时出现了载了姐姐 他一刀划破了自己脖子 倒在了栋树身边消失了 小号在故事的结尾说出了自己的旁白 我13岁离开老家 16岁当男主角 拍过不少电影 到今天我只能说一切都只是为了生活 没想到夫妇曾曾这么多年 最后还是要回来这里 很多人都说电影的剧情很荒谬 原来人生比电影还荒谬 一想学着小号的时候 回到了现实 发现他的第一个人依然是有格 现实世界里有格并不是什么道士 大家都只是个普通人 至于东苏现实已经不在世了 而阿九现实里是名验尸观 故事的结尾 模糊地出现了以长大成年的儿子来认识 好了 如果喜欢写载的视频 按赞分享订阅吧 下个视频再会